大家好 今天我们整一个杏鲍菇酥袋子 蘑菇这样做汁水满满 非常美味 这是三根杏鲍菇 最好挑选像这样上下粗细一致的 我们来把它们切一下 根部一般会比较硬 我们切掉不用 然后切成像这样的厚度 大概一直拌厚吧 切好后先放到一旁 我们要挨个在上面切出花刀 花刀不要切太深 切完一面 翻过来再切另一面 每一块都像这样切 切好后是这个样子 蘑菇散盖上也是一样 现在蘑菇准备好了 我们还要切一些蒜粒和葱花 好了 咱们开整 用平底锅 开中火 锅中倒油 蘑菇非常吸油 所以要稍微多一些 现在把蘑菇放进去 现在把蘑菇放进去 慢慢的煎 蘑菇现在还不会出水 所以比较容易上色 煎了有一会儿了 看 颜色不错吧 看到上色了 就把蘑菇挨个翻面 让另一面也上色 蘑菇经过油煎上色 会有特别的鲜味 味道要比爆炒浓郁的很多 煎另一面的时候 蘑菇会比较容易出水 影响上色 所以我们把蘑菇分开些 让水分能快速蒸发 这一面要多煎一会儿 好了 水分基本上都蒸发了 我们把蘑菇挪到一边 把锅往前推一点 然后把蒜粒倒进去 煎出蒜香味 接着把葱花倒进去 清炒几下 这是一勺蚝油 倒进去 因为蚝油太粘稠 我们再加点水 像这样的浓稠度就差不多了 酱汁就做好了 轻轻翻几下锅 让酱汁均匀地挂在蘑菇上 看 这道杏鲍菇酥带子就做好了 蘑菇两面煎的焦黄 外面裹着酱汁 咬上一口 里面鲜美的汁水直接爆出来 绝对不属于真正的袋子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大家点赞评论 咱们下集再见